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Active Render 那這邊我們幫大家裝好了 而且中文語氣有放進去 那如果說,老師您回去是用安裝的話 預設軟體本身是有提供簡體的中文 有提供簡體的中文,您看一下 如果說您打開之後不是中文的,是英文的 您可以從這邊,這裡 綠色這個按一下 下面這裡有一條參數,有沒有 下面這裡有一條參數 你把它點進去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語氣的地方 好,在這裡 語氣在這邊 預設呢,它是有提供中文簡體 或者香港的有沒有 這個好像,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新加坡我知道,澳門 就是還是跟我們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多了,把那個語氣放進來這樣子 這個中文就是反體中文 如果說你用安裝版是沒有這個選項 所以要自己把那個語氣放進去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那個語氣怎麼辦 您呢,這個如果做好了 您看一下在這邊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免安裝的版本 你把它解壓說按右鍵 我們這邊有安裝那個7zip 直接解壓說支持就好了 那麼您進到這個地方來 您會找到 您進來之後會找到一個local local就是語氣的部分 所以您只要把這個資料夾 裡面有沒有看到中文語氣 就這個資料夾 複製到安裝軟體的相同目錄下就好 那軟體到底放在哪裡 放在這邊 您看一下在吸食碟機 在吸食碟機 好,Program Files Atomi 這家公司叫Atomi 這個是澳洲的 我說我沒記錯是澳洲的公司 點進去 有沒有 看到了 80 printer 有沒有都一樣的目錄 所以你就放到這個local 所以我們剛剛 比較早來就是利用時間幫大家把它放進去 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這樣的話 您即使是用安裝的 也沒有問題 就是有正常的這個反體中文版 好,那您進來之後 哇,看起來完全空的 要怎樣 就想要試看看 那有兩種方式 這邊 一個是直接像我們剛剛一樣 就是我就直接開始錄影了 不過這種方式不見得符合老師的習慣 我後來發現老師很多是比較習慣用簡報 你也可以把你的簡報叫進來之後再來做也可以 因為他可以直接把你的簡報內容直接匯進來 直接匯進來 所以我們這一次先用第二種方式好不好 可以喔 我們就先進一個新建工程 好,然後他就問你囉 你到底是要用直接做螢幕錄影 還是要把您的簡報檔案交進來 還是你要把圖片交進來 還是完全空白就好 好,看你 老師現在手邊有PowerPoint檔案嗎 沒有對不對 我有準備 來,您看一下這裡 好,您到任務裡面 我有準備,其實我現在很早用PowerPoint 你往下走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裡有幾個範例檔 有看到嗎 其中有一個是PowerPoint的範例檔 就是一小時學程師 有沒有找到 有沒有找到 有喔,那那個COW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檔案應該二十幾頁吧 二三十頁 但是應該不會太大 所以您點進去之後 你點進去之後 在右上角 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小小的那個 有沒有 右上角有一個小小的 打開 你把它按一下 這樣子呢 在單一個頁面打開 上面就能夠下載了 在這裡 在這邊可以下載 好,如果用老師自己的是最好嗎 那這次不得已啦 就只好先用 我稍微準備了 應該檔案不會太大 所以下載的速度可能還可以 我現在這邊下載好了 最後呢,我回到這邊來 我告訴他 我想先匯一個PowerPoint進來 那您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 我們先找到他 看看您放的那個 資料在哪裡 下載的 看一下PowerPoint 好 導入在這邊 好,找到了 不是這個 這有別人的 這個應該是最近的那個 還在其中報告耶 這樣不好意思喔 還是有這個 這裡下載也好多耶 因為這邊電腦不會還原 所以 所以老師應該電腦裡面可以找到很多 好,找到一個 來 那,您如果是用PowerPoint 它一樣喔 您就從 這個我放大一點 您的PowerPoint就從這邊 有沒有,演示文稿 就是您的 點證圖 那個 簡報檔 好,那您的工程 也就是這個專案 要叫什麼名字 要放在哪裡 這個您可以決定一下 比如說 這個是我們的 第一個 數位教材 事實上這個軟體 原本是來做數位教材用的 好 但是它本身就包括錄影啊 擷取畫面啊 還有一些互動的功能 好,那你可以自行決定呢 你要把這個 專案檔你想要放在哪邊 好,我就把它放在這邊齁 好 OK,那我也把我的PowerPoint 會好的 我就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它就進來囉 你就稍等一下齁 它就會把你的PowerPoint 把它帶到這裡面來 好 這樣看到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挑 你的PowerPoint 你要拿幾頁進來 好 假設我現在先單純 我就前面四頁就好 好 先前面四頁 我就這樣子 確定 它就把這四個頁面放進來 你等一下就會覺得 嗯,看起來好熟悉的畫面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有對不對,左邊特別熟悉啊 哈哈哈哈 只有右邊那一排不熟 好,那您進來之後 記得先做一件事情 先做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樣 簡報的這邊畫面會比較大 所以它會有卷軸跑出來 這樣不好看嘛 我們在留言不好看 所以通常我會用這個地方 您注意一下我們右下角這裡 我們右下角再放大一點 有沒有注意到它出了百分之百 然後右邊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叫自動縮嗎 所以我把它按下去 你看喔 我把它按下去 這樣有沒有就全螢幕了 等於說我的簡報就完整的看得到嘛 我們再調整的 即使我這邊畫面再做調整 有沒有也會自動縮嗎 這樣會比較好用喔 所以這個記得一定要按一下 按一下我們再做會比較好做 那您可以看到我們一二三四 對不對 簡報都進來了 所以您就可以在這邊 如果您是要用簡報來單純做錄音 也可以喔 但是當然你要 錄畫面也是OK 也是OK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下面 來 有沒有老師有用過PowerPoint 那個叫做自動播放的功能 是不是它也可以設定說 一張投影片我幾秒鐘 那這裡也是一樣啊 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你看這裡 這一個是一般 對不對 那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計時跟過渡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計時跟過渡 第二個 那請問喔 3000 這樣代表這張投影片是幾秒鐘 3秒鐘 因為它是毫秒 所以1000毫秒的一秒嘛 所以如果說您想要 在這裡要長一點的 這個投影片你要講久一點的 你也可以把它設定一下 那你一定會有個疑問啊 如果我要講 可是我又不知道我會講幾秒嗎 那沒關係啊 錄完了再說 反正你錄多長 它就是自動變多長 就自動變多長 那這個呢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看 如果老師只要單純錄音的話 單純錄音的話 您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錄製的按鈕 有一個錄製的按鈕 所以您在這邊 假設我就想要針對這個投影片來做的話 我就來這邊按下去 但是您可以先按一下這個三角形 先確認一下 按這個三角形先確認一下你錄音的裝置 因為有的人如果是用notebook 然後又接那個什麼 那個網路攝影機 是不是就兩個麥克風了 那他到底抓哪一個 你要先確認一下 我要先確認一下 如果你單純只有一個輸入的來源 那就沒有問題 那就沒問題 所以以我這邊來只有一個 所以不會弄錯 你看喔 一秒鐘學程式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做 有沒有錄進去的 可是因為我剛剛 剛剛只有三秒鐘嘛 所以他時間到了就 你可以 所以我剛剛要修正一下 錄音的部分他不會自動延長 但是錄影會 好錄影會 我平常比較少會這樣單純錄音 好那所以呢 如果你發現這樣不夠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投影片的 這個投影片點到他 這個時間我先拉到 20 2萬 有沒有這樣時間就拉長了 好時間拉長 然後我就重新錄一段 這裡我把它拿掉 點到他可以單純把聲音拿掉 那您看這邊 在這個上面這一條 上面這裡這邊有一個刻度 對不對 也就是PowerPoint 加上時間走的意思 PowerPoint有沒有時間走 其實也有 在哪裡 做那個特效的時候有沒有 你會去拉那個時間 他只是把它放在下面 好那那個刻度呢 你現在看到這裡有一個 有這一條 這個時間走的這個線 你就只要在這個刻度的這個地方按一下 比如說這邊啊這邊 那個刻度就會跑出來 就是那個 那條線就會跑出來 因為我現在時間走 是不是停在這裡 所以說等一下錄音會從這裡開始 這會決定錄音的位置 錄音開始的位置 那我如果想要從頭的話 我就把這個 往前拉 有沒有 我拉到最前面 表示我要從頭開始 好 現在我就錄一下囉 一小時學程是 是 目前很流行的 自學的一個活動之一 好 錄好了 我們就可以回到一下 等一下 叫他回頭 不要再過去了 一小時學程是 是 有沒有 事實上 PowerPoint也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但是呢 它沒有錄影的功能 PowerPoint就沒有錄影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做這樣 當然PowerPoint也可以做 這是第一種最單純的方式 最單純的方式 好 OK 那萬一你在錄製的過程裡面 不小心吃螺絲了 對不對 要不要剪接一樣 要啊 不管是影片還是聲音 一時都一樣 比如說你看喔 你看這裡 您從這個 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可以很清楚知道 哪一邊聲音比較大 哪一邊聲音比較小 哪一邊是沒有講 有對不對 所以有些時候 像我部落格上那些影片啊 我就會 比如說錄音會有空一段時間 我就把那個空白就把它刪掉 才不會等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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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像這樣子 你看在這裡 比如說這一段我不要 你就把它框弦起來 有沒有 我們這個時間軸 你看這個時間軸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 有兩個左右護法 一個綠色 一個紅色 這就是要給你拉範圍用的 你要編輯的範圍 你要編輯的範圍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拖曳 拉開 那麼如果你拖曳之後呢 上面這個地方 就有可以刪除了 就可以刪除了 我要把這個刪掉喔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刪掉了 所以不管你是 要剪的是在中間 在前面在後面都可以 就靠這個時間軸 就靠這個時間軸 那好 比如說我到這邊就好 所以我就把 這裡我們大概是7秒鐘 所以我就7000 這樣就好了 他就這個簡報就到這邊 這是第一種方式 而且先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說 我怎麼樣去透過簡報來錄聲音 那如果你要錄影呢 也是一樣的方法 你看上面這邊 老師看一下上面 我們現在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後面把一張一張 稱作什麼 投影片對不對 這裡稱作幻燈片 這樣 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那你的幻燈片可以有幾種方法 一種呢 像我們剛剛一樣 來自你的簡報 一種我就開一個空白的投影片 也可以用嘛 另外一種是 我給你看簡報之後 我還實際操作給你看 是不是就開始準備錄影了 對吧 所以 您用這個方式最大好處 比如說我剛錄這個講完了 我實際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你就可以來這邊做這個動作 那我先把這段先停止一下 因為我的生理石頭已經告訴我快15分鐘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